今天要做節目之前,我要為大家介紹一位來自美國加州謝女士的真神故事。 謝女士是因為不幸跌倒事故受傷的,多年都一直忍受著膝蓋的痛楚。 自從她開始嘗試三哥好代謝寶之後,就發生了變化。 我們現在就聽聽謝女士的親身體驗吧。 改變不僅體驗在行動上,連她晚上睡覺、呃夜療的習慣都改變了。 謝女士的經歷為我們帶來了希望,提醒了我們,無論面對怎樣的健康挑戰,總是有解決之道。 如果你或者你的親友正在經歷著類似的情況, 不妨考慮試試三哥代謝寶。 更多詳情,請造訪健康520網站。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520網站提問將由專家團隊為你解答。 謝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個人的體驗,結果可能是因人而異。 我們鼓勵消費者在嘗試任何新的食品補充品之前,請諮詢醫療專業人士吧。 喂,這個世界有很多怪事很難理解的。 有人好地地的,突然被人說她殺人。 有人真正殺到人,但人家說她沒有殺到人。 喂,是不是法官判呢?還是另有原因呢? 沒有理由是這樣的啊。 什麼沒有理由啊?這件事剛剛發生就在俄羅斯了嘛。 這件事是怎樣的呢?你說多一段一段的。 3月22日,幾個恐怖分子偷偷進到俄羅斯的一個演唱會那裡, 拿出衝鋒槍大開殺界。 嘩,那豈不是死了很多人? 當堂殺死了150多人。 受傷的那些就全部送去醫院。 但是總共死亡的人數啊,現在醫院都沒有計算出來啊。 喂,那些恐怖分子沒有人性的啊。 恐怖分子殺人就不用有原因的。 四個兇手被俄羅斯的警方抓住了。 按道理,人贓並獲就沒什麼可以說的了。 但是現在普丁就堅持說這件事的背後主謀就是烏克蘭。 奇就奇在哪裡呢?這個恐怖襲擊是全世界很大的一件事件。 西方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都立即譴責恐怖分子。 但是受害方是俄羅斯。 普丁竟然一直不出聲,24小時躲不出來。 一直到中東最強的恐怖組織站出來, 承認這件恐怖襲擊是我們ISIS做的。 只要你們說這件事水落石出啦。 俄羅斯應該是懲罰兇手的時候啦。 但是不是吧。俄羅斯的頭,普丁,他說不是ISIS做的。 是烏克蘭搞出來的。 有沒有搞錯啊?不就是靠屈? 這個ISIS不高興啦。 真是我們做的,我們才是世界英雄。 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們知道的啦。那些恐怖組織認為殺人多就可以去天堂。 你現在說不是我們殺的,那我們怎麼去天堂呀? 那俄羅斯外交部就說。 是烏克蘭搞的,不是你們ISIS。 你們不要在這裡搞搞陣啦。 烏克蘭向這件事就完全否認了。 這件事與他們是無關的。 這個ISIS越來越不奮起,就拿出了現場拍攝的視頻。 說這些殺手一路走一路拍的。 那就可以證明是我們做的啦。 誰知道,浦丁說,我們已經抓了四個真正的兇手啦。 他們全部是塔克克斯坦人,不是你們ISIS的。 那ISIS的發言又說,你們抓了幾個不是真的兇手。 真的兇手已經回到了我們國家啦。 你說這件事夠離譜嗎? 喂,那真是什麼世界呀? 即是說恐怖分子ISIS公開承認在俄羅斯演唱會大開殺界那個是他們做的。 但是普京呢,就是要說烏克蘭做的。 那就是一人吃死貓而已。 現在俄羅斯抓住那四個兇手呢,說是塔吉克斯坦人。 但是塔吉克斯坦的外交部長,就把他所說的那四個人的身份證拿出來。 他說這四個人仍然在我們國家之內,根本就沒有出國。 你們在說謊,這些就叫做雞丁放光寵,甚至土裡鳴。 俄羅斯就想嫁禍給烏克蘭,所以就想作出這件事出來。 其中的過節,他俄羅斯的特工怎麼配合人殺人,根本上都被人拍出來。 所以現在都可以在視頻上看到出來,那些穿著藍色運動裝的那幫其實就是俄羅斯的特工。 他就造成個假象,想說烏克蘭派兵進來殺人。 還有一樣東西奇啊,在3月7日,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就已經通知俄羅斯政府, 說就在你國家境內,最近會有恐怖襲擊,襲擊會在音樂會上進行。 喂,我不明白啊,其實美國人早就警告俄羅斯,有恐怖分子去襲擊他的國家。 還說明的地點就在音樂會那裡,而且還提前了兩個星期。 那為什麼俄羅斯不防備呢?沒有理由沒有時間去準備防範的。 俄羅斯政府說,美帝國主義說的話,我們是不相信的。 其實是恐嚇我們的,我們不會上當的。 俄羅斯哪有這麼蠢的?是不是都會作出防範的? 有什麼理由無端端被人打死自己國家那麼多人的?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普丁呢,就先那一陣子去徵兵,想說我現在要和烏克蘭打仗了。 以前那些只不過和他小小的紛爭。 誰知道徵兵的途中沒有人掃他,徵來徵他也徵不到兵。 於是他就利用這次恐怖襲擊,想了個奸計出來,嫁禍給烏克蘭。 而整個屠殺的過程,普京安排了他的間諜,從中配合恐怖份子屠殺。 目的就是想激起俄羅斯人民對烏克蘭的仇恨。 當民憤被煽動的時候,徵兵就會順利進行了。 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ISIS這個恐怖組織大聲疾呼。 俄羅斯你們真是殺岸的。 明明殺人的是我們。 沒有東西我們不敢認的。 根本上就不是烏克蘭做的。 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很快所以我們還有第二次的恐怖襲擊。 問你怕了嗎? 嘩,這個ISIS這麼厲害。 明目張膽,說去殺人也夠膽。 鄭哥,你剛才說徵兵為了精兵順利,什麼事都做得出。 其實這個有先來的。 之前你記不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希特拉突然間入侵俄羅斯。 當時叫做蘇聯。 當時的蘇聯老百姓非常歡迎希特拉。 因為他們之前受盡了共產黨的苦。 所以這個時候,蘇聯的人民集體投降德國, 調轉槍頭打共產黨。 在這個時候,俄羅斯的斯大林在後方想盡辦法 要精兵去抵抗希特拉。 但是精兵失敗,沒有人願意參軍。 斯大林就想出一個讀計出來。 他就派特工去到希特拉戰領的地區。 對俄羅斯的老百姓大開殺戒。 然後用錄影機下來了,回來放給蘇聯的老百姓看。 老百姓一看,嘩!希特拉這麼恐怖, 那我們參軍去打他們。 所以這種做法是共產黨的一貫逐風。 雖然蒲丁已經不是共產黨了, 但仍然是馬力主義政黨, 和共產黨是一模一樣的。 哈!你說到這裡,我就想起天安門六四事件。 很多解放軍扮演學生,燒軍車、燒坦克, 嫁禍給抗議的學生。 哎呀,糟了,怎麼這麼陰毒呀? 找些解放軍扮演學生。 那些人當然以為學生搞事了。 你知道香港當年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那些什麼黑警, 又是扮演學生在搞破壞。 有些香港人就怪學生在香港搞事了。 我前後看過兩個視頻, 都是那些群眾看見 為何我們香港人會拿著電油瓶來扔那些汽車的呢? 立刻走過去問他,你為何要這樣做呀? 他說不出,那些人懷疑他,你究竟是誰? 他在很多人的壓力之下,就拿了證件出來。 我是廣東的公安,你們不要動我呀。 哇,但是當時的民憤太大, 他就跪下求饒,我是被迫這樣做的。 你們放過我呀。 當年香港還有些黑警啊, 不會說廣東話的,冒充香港警察。 又是被人拍了視頻出來。 多數都沒有警號的。 所以共產國家這種手段用得越來越多,社會就越來越敗壞。 你看最近大陸發生的殺人事件, 韓丹市三個少年殺死他同班同學,手段非常殘忍。 即稱就好像職業殺手一樣,好恐怖呀。 這三個兇手是未成年的,只不過是13歲而已。 他將他同班同學王子耀,面部頭骨打碎,頸骨打斷,用鐵鈔插穿肝臟, 未斷氣就將他活埋,總而言之手段是非常殘暴的。 這三個殺人犯,未殺之前就已經挖定坑,準備活了王子耀。 其實這三個未成年的殺人犯,和這個小孩是不是有很大的仇恨呢? 沒有理由這麼殘忍的,殺人手段。 據報導說,他們之間根本沒有仇恨,只不過這三個殺人犯長期都欺負王子耀。 作為他們的父母就真是慘了,三個殺人犯,一個被殺。 問題是,這四個小孩父母親都不在身邊,他們是跟著爺爺奶奶長大的。 這些小孩在大陸就叫做留守兒堂。 我覺得,既然你要結婚生兒子,你就要對那個小孩的教育成長有一個責任在。 不可以說,哦,兩公婆離婚了,就任由小孩自生自滅,或者交給老人家去收。 其實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小孩,是很可憐的。 老實說,這三個未成年的殺人犯,他們的行為, 究竟與這個社會,或者與他們的家庭教育有沒有關係呢? 總而言之,是很多原因的。有些父母鄉下窮沒得吃,就只有出去打工,離開家鄉。 那些子女就交給爺爺奶奶來帶,所以就沒得到父母親子教育。 這就是社會造成的,是生活壓力造成的。 沒得吃,難道懶著死嗎?當然是出去打工啦。 我認為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中國大陸學校的教育是很畸形地發展。 基礎教育就是互相揭發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 這樣的教育就糟了,正式天天都在鬥爭中成長。 伊文,你不懂那麼多東西的,說些東西給你聽吧。從小學第一天開始,就已經說明了。 他們的教育思想是馬克斯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什麼是主義和思想?就是階級鬥爭。 還有一樣啊,你看看很多小孩子一天就拿著個遊戲機,日打夜打,打到溫天溫地。 其實很多色情暴力的東西在裡面的。 現在讀書的學生,差不多個個都拿著手提電話的了。 有時看看電話,突然間就跳了一些女人脆衣服地拍出來。 那你說那些小孩子不懂事的嘛,還沒成年嘛。 那好奇呢,真的很容易學壞的。 你看看現在的小孩子,一放學就自己躲在房間關著門。 他在裡面看什麼呢,父母根本就不知道。 唉,再加上現在的電影啊,電視啊,經常打打殺殺。 黑社會大佬就是英雄。 沒辦法啦,這種污染令到全世界都是這樣。 中國是特別嚴重點,有誰還可以改變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回歸傳統教育,世界就有希望了。 對方也是這樣。 光滅、絕對方也是這樣。 最喜歡的? 你不仅近的的時候就有到某些野生。 有可能解決不見了。